预告了会说淡仔 看到都潜水 因为昨天暗盘价 大家都已经有心理上备 可能第一天就会潜水 如果真的有货的投资者 应该是继续持住先 还是离场算呢 如果没有货 又应不应该退位闹呢 我觉得呢 因为其实淡仔 他的招股情况本身 已经不是很热烈的了 甚至都是下限定价 但是如果已经是抽了的呢 我觉得你如果已经有 可以关注着今天的开市 做一个的判断 就是做一个防守 就是三元 那你今天如果守得住三元 就先拿着它 如果之后 因为你看到今天开始 都算是有抵抗高货 就是都有一些承接的 如果之后再破下去 就很危险了 就有机会一直没有成接 就创新低了 那看着今天的开市 未来有货的话 没有货我觉得可以 等等观望一下先的 那其实淡仔来说呢 我是看好的前景的 虽然市场上 我见到未必那么多的人 是真是说看好前景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拿去其他的 一些的餐饮股份来说 餐饮生意很难做 或者是以其他过往上市的 太兴或者其他本地的餐饮 其实都没有什么表现的 但是淡仔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优胜的地方 就是首先他中央厨房 处理得很好 而他本身呢 他提供的食品 是比较容易去做到 很多中央处理的 因为你不像其他 很多不同款式的菜 其实他那种模式是很简单 你一个面配其他菜 那其实是一个很容易 它是比较容易去 scale up 的一个方式来的 所以你见到他在香港 是扩张得很好 而呢 他接下来是 还有一些可能的扩张计划 譬如是内地啦 澳洲啦 那就 内地我觉得难打一点的 因为内地很多这一方面 很多辣椒的 他们很多这方面的 local的 但是 譬如你说到海外的市场 澳洲甚至他已经是 在英国那里做着登记了 不过他说 现在那里就再厚一点 现在应该要主力发展了 一支股书 讲一讲的一些市场先了 那而呢 还有他是被日本公司收购了之后 已经是 因为本身他们有很多方面的 这方面的经验 就是将拉面打去海外 其实你会是 有时呢 去到一些的美国啊 或者是欧洲其他地方 你去一些唐人街呢 或者去一些亚洲集中的地方 其实你是会去吃那些 可能你去到美国会吃拉面 那当然是 那还有也都是 有一个的海外华人的市场 大家经常去到都会挺惯 我会认为他的扩展 和一些 比如是茶餐厅的这些的扩展 我觉得他会是最有潜力 就是做到海外扩展的一间 至于你说 是否和国内的海底漏 或者是九毛九 那样比较 反而呢 未见到他们是由一个很大的海外市场的扩展潜力 而是内地那里已经 基本上呢 他们这两间 离赏的时候 已经在内地扩展到一个 差不多到顶的时候了 那所以你见到去年就 张勇都说 海底漏其实这个疫情扩张 是未必是一个好的决定 就令到拖累到他的亏损更加严重 但是淡仔我就反而觉得是一个 最有潜力去扩展海外的一间 所以我不觉得是 他和其他直接过往三股股票的表现是可比性的 前景我看好的 但是财金市场上又有机会是另一个故事 因为所有公司上市 那当然是为了集资的了 那究竟他是 因为有些会觉得 是否要exit上市就一定是 那有不同的情况 那要看一间公司是否有扩展潜力 因为如果你股价要上 要看那个扩展 其实如果他真的做到海外去扩大这一边 其实是可以再有很大的前景在里面的 那所以都会是有个集资的需要 但是你看回他本身呢 先看看股价 因为我现在不肯定 有一声都要 那好了 既然看好前景 既然现在开始又想究竟 能否进入呢 我会觉得可以起码都看半日先 现在来说的话 除非你day trade 那现在呢 day trade 你就看着即市的情况 这些就非常之短线了 但是前景我看好的 入不入 先看好一点 因为你 chart room 也有人问他 如果没有货 他找什么位置入好呢 就是看什么位置 其实现在低个招股价格 所以你小心那里会是阻力 因为会有一些人 等着回去家乡股货的 但我觉得你有呢 你真的守着今天的三元 开市位做个防守位 就先拿着它 没有的 可以多看一点点 因为有时 有时会是 第一天 很容易抄抄单日的 因为前景虽然看好 但是资金面上 就是一个很关注的谣点 对于股价的影响 是